天师弟 你的这个弟子可当真了得 我的弟子如何了得 还轮不到他人智慧 两位师叔息怒 张晓凡高节魔教 破乱青云 罪该万死 苍生 两位师叔 张晓凡哪 快出来 师弟 不要冲动 快把张晓凡交出来 来者不善哪 天下皆知 大凡般若 是我天音寺至高真法 张晓凡一个清云弟子 怎么会使出 请天真人给我们公道 晓凡是我清云弟子 他对或不对 我自会查问 还天音寺一个公道 法山师弟一时心急 望田师叔见谅 法相师兄 此事体大 我们决定 先回去禀告掌门 再做定夺 我们先告辞了 我乃执法长老 此物由我保管最为妥当 田师弟 不会有意见吧 哼 你扶不扶 扶不扶 我不扶 我不扶 我不扶啊 小凡 小凡 这是在哪儿 这里是昌和城 昌和城 你昏迷了三天 我们已经离开柳波山 现在是在东海边 昌和城的客栈里 静云 小凡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有 静云 你不要问了好不好 好吧 小凡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我都相信你 师父 带走 你们干什么 真的要押他回去审问吗 沧松师伯的命令 你有为此了 他什么疯都没说 你咬我什么嘴 天师弟 我们上路吧